俄乌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呢? 也就是朝鲜出兵俄罗斯要进入到乌克兰战场 帮助俄罗斯打败乌克兰 这个事可非同小可 泽连斯基总统在25日就说 大概有一万两千名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进行培训 首批部队大概一千五到三千人 即将在27号和28号进入到库尔斯克州 与乌克兰发生这种战斗 那么这个消息是谁传出来的呢? 应该说最早是韩国方面放的风 在几个月前 其实韩国情报部门就已经向国际社会披露 说了大概有一万名朝鲜士兵将征战乌克兰 这一个消息呢一直没有得到印证 那么在不久前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情报部门也披露了相似的消息 细节啊更为强细 美国方面呢仍然说在密切的观察和核实 如果属实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也说如果出现了朝鲜士兵 乌克兰可以将他们作为正常的打击目标 所以啊情况呢还一直在扑朔迷离之中 现在警察会议刚刚结束 普京在回答记者问时 他就说这一支部队朝鲜的部队啊 如何使用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自有安排 这就呢基本上证实了朝鲜出兵这个事 因为之前韩国披露的信息和乌克兰披露的信息 比较实锤的就是视频 显示呢这些朝鲜的士兵正在换上俄罗斯的军服 是这么一个事 那么朝鲜的外交部呢也实际上间接证实了 之前呢俄罗斯和朝鲜都说这是假新闻 这是谣言 最近朝鲜外交部就说 如果发生大家所猜测的朝鲜出兵这件事 它也是符合国际法的 综合以上的信息 国际社会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也就是朝鲜出兵 乌克兰大概兵力在一万两千人左右 这就是具体的情况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发表声明说 朝鲜出兵这件事改变了整个俄乌战争的格局 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 北约秘书长也发表评论 认为这一事件非常值得关注 并且呢北约将作出回应 韩国尹西越总统也发表声明说 如果朝鲜出兵这件事可以证实 那么韩国将对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 大家知道韩国呀可是武器大国 你别看它好像跟朝鲜对抗时显得比较弱 其实不是这样 韩国的军事技术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 但是在俄乌战争中韩国一直没有对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 主要提供一些非致命性武器 但是金正恩这一鲁莽之举改变了格局 因为这一件事情它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它就是俄乌战争本来发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之间 现在呢第三国的加入它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战争 如果还有其他的加入 如果北约介入 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所以这个事件可非同小可 同时呢如果要分析起来 这北京呢也是火烧乌龟杜里藤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朝鲜出兵 对亚洲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啊 其实是相当的巨大 因为对俄罗斯 俄乌战争来说啊 一个是兵力 也就是一万二千人 兵力并不多 第二个呢 朝鲜呢 虽然战斗力 这个意志顽强 并且士气高涨 但是呢 这些士兵基本上都是封闭在朝鲜 长期被洗脑 并且他没有啊 真正参加过实战 所以啊 真正实战能力并不强 啊 俄罗斯啊 乌克兰都在针对朝鲜啊 这种士兵产生进行自己的这种策略 俄罗斯呢 是鼓动朝鲜士兵 让他们多牺牲啊 难打的仗 要他们去打 因为普京呢 是不愿意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 去当炮灰 就派这个傻子朝鲜士兵去 而乌克兰呢 则打出了一种策反的策略 就告诉朝鲜士兵赶快投降 投降到我这里有吃有喝 大家知道 因为朝鲜长期处于饥荒的状态 老百姓呢 都饿得受不了 这些士兵呢 个个看起来个子不高 啊是 也是皮包骨 所以 见到这种美食的诱惑 啊 也难免会心动 都在采取措施 但是对中国来说呢 可以说啊 地缘政治 进行了巨大的改变 大家可以想啊 你朝鲜这么好战 发动战争 很有可能啊 你就会发动跟韩国的战争 而这一块 是中国不愿意动的 因为你们这一个两个国家打起来以后 会直接影响到北京与韩国之间啊 商业的往来 所以北京是希望保持平和 再其次呢 他就牵扯到日本 也牵扯到台湾 所以金山胖这一局 啊 这一个举动啊 影响啊 可以说是很重大 很深远的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 啊 第一个来说呢 就是我们说到了 朝鲜出兵这个事 接着我们说第二点呢 应该说就是啊 洞了中国的奶酪 一个我们要说 为什么这金正恩 这么一个朝鲜小国 要冒天下之大不为 这么决绝参加战争 这在现代世界 还的确不多见 这金正恩是老子出问题了 发高烧 还是怎么呢 实际上呢 朝鲜啊 金正恩有自己的算计 他怎么算呢 第一点就是金正恩啊 是一个有报复的人 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 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他的心态啊 可以说龙游浅滩 招瞎戏 大鹏展翅 恨天低 大家要知道 朝鲜啊 一直被世界 作为小国对待 并且长期啊 遭到联合国的制裁 所以他地位很低 基本上被世界所隔离 金正恩啊 他就想超越 他的祖父和父亲 还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并且这一啊 这一个事呢 并不是没演过 在特朗普 或者川普时期 川普曾经呢 与金正恩 在新加坡啊 进行过会谈 这样呢 把世界的焦点呢 就引到了朝鲜半岛 金正恩啊 这四百多斤的 金三胖 也能1516的 跟世界第一强国 首脑 平起平坐 这种感觉 让他感到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个川普干了一届 就下台了 后面上来的拜登啊 压根到看不上 这金正恩 就不跟他联系 所以这浪 金三胖同志呢 很受伤 被人蔑视 被人看不起 被人忽略的感受啊 很难过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朝鲜啊 其实一直想摆脱 中国的这一种控制 中国呀 一直把朝鲜 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个源于呢 在朝鲜战争期间 中国派出了几十万 青年 进攻 作为志愿军 进攻朝鲜 帮助打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团 爆发了所谓 抗美援朝 几十万中国士兵 中国青年 可以说 就是血进江朝 至今 至今在朝鲜 还有所谓的烈士陵园 大量中国的士兵 就还躺在 孤零零的躺在墓地里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中共和朝鲜 长期所说的 用鲜血 凌晨的友谊 但是呢 朝鲜一直 跟中国啊 其实内在的矛盾 还是非常的深的 从历史上说呢 一个是在文革期间 毛泽东跟金日成之间 有不对付 金日成一路之下 砸了解放军 志愿军 烈士陵园 把杯都砸烂了 后来关系恢复 才有重建 所以在之前就有这个梁子 在其次呢 就是中国进入 邓小平时代 改革开放 中国呀 跟韩国建交 这件事呢 也深深的刺激了 金正日 也就是金日成的儿子 金正恩的爸爸 刺激了 很受伤 曾经他跟邓小平说 如果你中国跟韩国建交 那我可不可以跟台湾建交呢 邓小平回答很干脆 如果你跟台湾建交 我们就跟你断交 大家要知道 朝鲜被国际制裁 围困 它资源很少 如果失去了中国的支持 它几乎啊 存活不了一个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金正日 也不得不冷气吞声 但是梁子是结下了 金正恩时代 梁子呢 不仅没有缓解 相反呢 还在扩大 特别是 他的哥哥 同父异谋的哥哥 金正男 就在马来西亚机场 就被毒杀了 被两个女 女特工就给杀害了 为什么要杀害 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个事呢 还牵扯到 他的姑父张成哲 据说呀 这是 这个周永康 访问朝鲜时 故意透露给金正恩的 于是金正恩 就露从心头起 恶从胆边生 就权绝了自己的姑父 什么叫权绝呢 就是让狼狗 把金 这个姑父啊 给活活的吃了 你想这多残忍啊 但是 对于金正恩来说啊 他管不了这么多 这本身 就是以狂人 所以中朝之间啊 虽然关系了 有时候还显得很密切 金正恩也 到访中国 到访中国干嘛 喝茅台 因为这哥们 没吃的 也欠酒喝 于是呢 三房五次来中国 这老习受不了啊 本来就不待见着金正恩 然后天天陪他喝茅台 这也不是个事儿 金正恩呢 内心里就非常的不满 感觉到受中国的控制 在今年的六月 普京呢 因为欧战争陷入到泥潭 难以自拔 于是先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呢 之后呢 又访问了朝鲜 访问朝鲜的两国达成了 双方合作伙伴协议 其中条约的第四条就规定 如果条约方一方遭受 异国和多国的侵略 另一方啊 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 这事实上就是结盟 而你看美国就跟很多国家结盟了 比如说菲律宾就有安保协议 跟日本也有安保协议 等等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其中成员国之一 发动战争 也就似同于对我发动战争 这种状态类似于北约 所以啊 朝鲜跟韩 格罗斯结盟了 现在在六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就达成了 朝鲜派兵这件事 这就是事件的缘由 因为啊 金山胖要摆脱北京的控制 同时他也想让世界知道 不要小看我朝鲜 因为我朝鲜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朝鲜之所以能生成 在国际上他就是靠武力 靠核武去威胁他国 从中换取利益 在上一届韩国政府文在寅在时 他就得到了大的好处 因为文在寅跟他送粮 送援助 就是想让双方保持和平 但事实上这种绥靖政策 只可能养活啊 啊这个吸血无度的金正恩王朝 金家王朝 所以到今天啊 韩国跟朝鲜之间 可以说叫剑拔鲁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之前呢 两国之间就发生了一些 边境上的不愉快 所以这个朝鲜呢 就说韩国是他的敌人 就用一些大份挂在气球上 就往韩国飘 说了我打不了你 我凑凑你可以吧 哎就是这样搞 那么韩国不堪示弱 开始用大喇叭广播 鼓励韩国士兵投诚 而同时呢 又派无人机 就杀船单 就说这个金正恩王朝 是多么的腐败 金家父女是怎样的生活 这一下可就动了 这个金正恩的老底儿 为什么 因为极权国家嘛 他必须控制信息 如果老百姓不相信他了 金家王朝就得玩玩 于是呢 他就炸毁了 于朝鲜韩国之间的道路 自己这一边炸毁 用了很多绝土机 场面呢 还微微壮观 目的就是说 我跟你现在要进入战争的状态 这是一个信号 一个要武的信号 要动手 现在朝鲜又派兵到俄罗斯 即将进入库尔斯克 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这就是金正恩做的这些事 这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天天呢 作为独裁者嘛 你看他为什么能长到四百斤 天天吃好的 天天围着歌舞生平 然后一些这个艺术团的女孩子 又被他拿入后宫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所以当然他长到四百斤呢 但是他有恐惧感呢 现在跟俄罗斯结盟 他就有了一个靠山 虽然俄罗斯陷入战争的泥台 但是大家要知道 俄罗斯还是一个军事强国 他有很多高科技 包括卫星技术 包括核武技术 这都是朝鲜不具备的 同时呢 他也是人员大国 还可以输送粮食 给朝鲜 所以这金正恩啊 这兴奋的几天睡不着觉 千天就是判着 跟俄罗斯签订协议 终于签订了 这些独裁者 怎么会顾及人民的生命呢 这些子弟兵 这些年轻的孩子 在他们的眼里就是炮灰 于是把他们送出去了 但是这一举动 就让中国啊 让习近平很尴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啊 使朝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的领导人啊 是把朝鲜当没棋子 当跟美国的关系僵的时候 就用朝鲜啊 射射导弹啊 搞搞核武啊 就去威胁西方 这样的西方啊 就会重视中国 让中国去调停 突选中国的地位 所以啊 俄罗斯跟朝鲜的结盟 跟朝鲜的走进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动了习近平的奶酪 因为这是中国的后院啊 你怎么能茂然的闯进来了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大家要知道 中国现在担心什么呢 第一个要攻打台湾 如果你朝鲜之间爆发了战争 那么整个亚洲啊 它处于战争的状态 并且各国都是抱团啊 韩国 日本 台湾抱团 再加上美国 英国 还有奥库斯 那么中国攻打台湾啊 叫做更难了 所以这是习不愿意的 他不愿意呢 整个状态不利于他 统一中国 第二个问题 是当这些国家 因为朝鲜的安全问题 为了国家的利益 而抱团的时候 其实小北约 亚洲北约 就几乎成型了 这就带来了普京的问题啊 普京发动俄国战争的说辞 就是因为北约的东扩 现在如果这样 日本韩国 其实都有意加入小北约 组建小北约 日本更愿意撑头 因为日本可是军事强国 日本在二战的时候 航空母舰都有二十多艘 所以日本这只老虎 虎啸三铃 那么习近平就感到心里发怵 所以心里就说呀 你这三胖干的啥事呢 你怎么不打招呼呢 你想咋搞就咋搞 那怎么办呢 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 石英宏教授就说 朝鲜出兵乌克兰 这件事 对中国当局来说 是非常的老火 这老习气得 头撞墙 恨不得 抽着金正恩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就带来了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这邪恶轴心呢 他似乎啊 他在分崩离析 表面上看 你看朝鲜 这个加入战争 普京的力量壮大 再加上中国的暗中 撤影 一个铁三角 或者我们说的中俄潮 邪恶轴心呼之欲出 这是国际社会的看法 说这三个狂人 一个普京 发动俄国战争 一个习近平 要武统台湾 一个金正恩 发动韩朝战争 这三个狂人 要统治世界 改变二战后的国际规则 当然还有伊朗 但是伊朗呢 新总统 他谴责俄罗斯 说了我们从来就没有 支持过你 侵略乌克兰 这家伙有点动摇 并且中东啊 形势很复杂 现在老习呢 也在改变 因为之前呢 你看王毅 左手牵着哈马斯 右手牵着伊朗 牵着一些中东国家 好像中国 在中东事务中 处于主导地位 你现在还 他怎么说 现在中国的调调就转变了 就不再这样说了 怎么说呢 就说 那你说美国 在中东耕耘几十年 应该发挥大国的地位 他把球啊 提给了美国 原因是什么 中东太复杂 他召集了 他召集了真主党 哈马斯 伊朗 来牵制 好家伙 转头一看 牵制人都没了 都被以色列干掉了 那这个协议还是 北京宣言又散啥呢 所以感觉到 中东的辣汤 辣水 最后 还是把球 踢给美国 我不管这一块 但是目前中俄潮的 这也是 引起国际的关注 但事实上 如果大家深入的分析 就会发现 其实这铁三角 是个泥座的 泥腿巨人 他这个叫不牢固 就像房子建在沙滩上 不是建在岩石上 经不起风吹雨打 一个呢 朝鲜跟中国 矛盾啊 其实非常的深 这个前国务卿彭培奥 在回忆录中就说了 金正恩啊 就跳到桌子上 就说 中国人都是骗子 别理他 并且呢 在前不久 他还跟外交部门说 不要对中国人 看他们的脸色 之前的矛盾啊 很深 为什么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再其次呢 中国跟俄罗斯 中国想干嘛呢 中国的想法 并不是想支持 俄罗斯 打布克兰 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 他要改变国际规则 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要跟俄罗斯一起改变国际规则 但是呢 这普京新级 2014年 占领了克里米亚 民生大政 威望 不断的升高 想重演这一幕 哪知遇到了硬汉 折远斯基 这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所以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的想法 就是暗中 彻影 但是呢 我不越线 我不派兵 我也不提供杀伤性武器 可以利用朝鲜 做一些事 但是朝鲜是中国的棋子儿 但是没想到失控了 这朝鲜跟俄罗斯居然结盟了 这就带来了问题了 也就是你们的战火会牵涉到中国 邪恶轴心 自然就把中俄朝挂在了一起 你说中国一直在调停 乌克兰战争 尽管心里大家都知道 这是假的 这是演的一出戏 但戏既然演出去了 你还得继续演呢 但是现在的问题 你的好朋友 朝鲜居然要加入战争 那你中国又演的啥呢 你中国的调停 你说不交游 不拱火 但是朝鲜是不是在交游 在拱火 在扩大战争呢 所以中国感觉到很尴尬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林健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问 这朝鲜参战 中国如何评论 他只能说 我们不了解情况 我们还在核实一些信息 不敢正面的回答 很尴尬 习近平特别担心的事 就是亚太北约的形成 如果韩国 日本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还有英国 他进行一定形式的 类似北约这样的组织 那攻打台湾 几乎就没戏了 因为人家说了吗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说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吗 所以啊 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朝鲜 金山胖 自以为是 这种鲁莽之举 这让习近平很受伤 本来看似形成的铁三角 邪恶轴心 其实啊 他内部正在分崩离心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观众朋友 一个呢 朝鲜冒天下之大不为 加入到俄乌战 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俄乌战争的格局 让他有两国之间的战争 变为国际战争 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这个里面呢 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跟朝鲜之间 表面的合作和内在严重的分歧 这一个邪恶轴心 可不同于二战时的 这种共产主义集团 在前苏联领导下 大家 铁了心的 一字对外 没有 表面之间的合作 内在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金正恩 一个小国领导人 本来呢 按道理说 你就把自己的金家王朝 经营好 就得了 但是这哥们儿啊 要大鹏斩赐 并且恨天敌 人家是宇宙大将军吗 自然要统治宇宙 这就得罪了老习 因为老习只是想做一个世界领袖 但是没想到这四百斤 远压过两百斤 这个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铁三角邪恶轴心 不是正在越来越密切 相反内部 正在分崩离析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言归正传 咱们说到这里 下周啊 咱们接着聊